日前,12辆宇通L3级自动驾驶公交车在郑州郑东新区北龙湖正式试运营。 6月23号,记者在该公交场站出站口第一站,见到了专程莫名前来体验自动驾驶公交的范先生。 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,不是无人驾驶公交车吗? 先来体验一下,听说了以后报纸看到了,看到了以后离这不远,没事了,过来体验一下。 新科技们感受一下,老年人也要赶赶时髦。 范先生口中的无人驾驶公交车,其实严格来说叫自动驾驶公交车。 场站内数量黑色自动驾驶公交一字排开,车内外遍布各种传感器,车辆科技感十足。 据该自动驾驶公交车的生产厂商相关负责人介绍, 该款车辆车长12米,合载76人,车内座位二十余个,自6月20号开始试运营。 一共是12辆的自动驾驶巴士,它在环北龙湖这个线路上进行试运行,从6月20号开始。 它是L3级的自动驾驶巴士,在部分路况可以实现自动驾驶,就是不需要驾驶员。 但是在有一部分的路况还是需要驾驶员的。 据了解,该款自动驾驶公交车,通过雷达等感应系统,感知其他车辆、行人、障碍物等道路环境, 然后通过车上的自动驾驶系统做出驾驶决策,可以实现信号优先、盲区监测、车速诱导、精准进站等多项功能。 它可以实现360度的感知周围的道路环境,包括人、车,然后还有信号灯。 车内会集成有一个自动驾驶的决策系统,它就会计算这个数据,然后做出这个驾驶决策。 在厂店里面有个云控平台,它可以实时监测这12台车的位置,然后状态,比如说电量,它的安全运营的情况。 云控平台和车之间的这个交互是通过5G的网络来实现的。 据了解,郑东新区自动驾驶公交车试运营期间,每班车辆发车间隔半个小时,试运行的线路全长17.4公里,沿线共设置数字化站台19组34座。 体验市民从多角度对此车做出评价。 感觉这个车的设计理念比较先进,看着比较有现代感。 车做得挺舒服的。 这个车比较舒适,这个座位都比较宽,再一个这个司机开了也好,无人驾驶嘛,这个司机跳红了好。 那这样可舒服,有些驾驶的话,你要驾驶嘛,不驾驶嘛,车熟,他还改变改变,这动魂呢,一直哼熟一样。 特别好的车,车是不错。 结果这个郑东市有多发展这种车。 公开信息显示,郑东新区自动驾驶一号线项目,率先实现自动驾驶L3商业应用,通过人、车、路、网、云一体化协同控制,实现主动交通管理。 6月20号市运营,7月20号可实现常态化运营。